在花莲有一名81岁的老先生 在8号小年夜这一天走失了 家人找了一整个晚上 迟迟等不到人 好在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 在除夕春午终于找到老先生的身影 发现他跌落一处公园内 大约是一米三升的排水溝内 并且有脑部受伤的状况 贝贝 看到我们 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得到 远景在老翁耳边呼喊 好在他用微弱的气息回应 不过一摸到他的双手 明显冰冷 他这个待很久 就怕老翁失温 远景脱下外套 包裹住老翁的身体 警消合力将人救出 家属在一旁心急如焚 因为这名老翁在小年夜这天 从家中出门后 一去不返 过了一天才被人发现 他跌落到约一米三升的水溝内 发生在8号早上9点多 住在花莲市区附近的 81岁陈兴老翁 趁家里忙着过年大扫除时 一个人拿着拐杖和雨伞走出家门 吓得家人外出寻找 却四处找不到人 就怕患有失智症的老人家 发生意外 赶紧报案处理 直到隔天中午 才发现老翁躺过水溝 警方发现老翁跌落于 大本运动公园内排水溝 警方立即通报 救护人员到场协助 警方扩大周边监视器 终于在距离老翁住家 约三公里出的公园水溝内 找到人 经送医治疗后 发现他脑部受伤 仍住院观察中 不过幸好人找到了 让老翁一家能够出席团圆 这是沈静夜 花联报导